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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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很少包裝長的愛歌笑 早上來的時候這邊有多少 等一下一塊跟座碼 其實有點緊張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講了不好的地方 千萬不要提醒我 因為我也太緊張了 好 我是 我名字叫Mia 然後我在 Amis 男人 Beggan Junior 那 Amis 是一間區塊院的形狀 然後下面這些 是我們公司會用到的一些 Tools Ads 我們所有的服務呢 其實都是要夠的 99% 就是9% 都是夠那些 只有很少的東西是Python 然後我們所有的Service 也幾乎都是GRBC Service 然後Service 都會大塊的話 然後部署在FlyMate上 然後我們用Telephone來管理 跟一些Infra的東西 透過FlyFly去檢控我們的 服務跟Cluster 然後透過Lot 來管理我們的一些 像DB Credential 或者是一些AW Credential的東西 當然還是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排檔 很漂亮的Service有列寵 那在提到Esteo之前呢 我們先講一下就是Service Mesh Esteo其實是Service Mesh的其中一個 比較廣泛的應用 那為什麼不需要Service Mesh呢 這個必須提到說 最近Micro Service這個單字 沒有很多流行 就是一股潮流 所以公司開始可以慢慢的導入 像Micro Service這樣的概念 那Micro Service固然就是除了潮 它還是它解決了一些老問題 但是帶來一些新的問題 然後比較常見的問題是 譬如說 你會如果你的Micro Service越來越多 那你的服務之間的 協作關係也會變得非常的複雜 那它帶來的是你必須要有很多 就是你需要有一個 跨服務這樣協作控制很高的 所以我就幫你管理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是如果你的服務 Micro Service在很多 然後你的Log就會很分散 那在這個情況下面 如果你要做Log Tracing 或是做分析都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所以Service Mesh在概念的導入 就是會要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那它是透過使作一個 在你的每個服務上面 都掛一個Site Cloud Passing 然後透過這個Site Cloud Passing 可以整個去連接那個服務 去Connect每個服務 所以就會看右下角 這個圖看起來很像格子那樣子 它就會形成一個廣格的概念 那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需要這個 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應用程式 跟你的Network Function 完全的分離出來 所以你就在你的應用程式裡面 你不太需要考慮到 Retry啊這種 或者是Monitor啊 或者是Service Discovery這種東西 對 就是透過Site Cloud Passing 去幫你做到這些事情 那這張圖是Service Mesh的 比較放大版的架構 或是從Android上面的文章截取下來的 Service Mesh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也有的是Control Plan 跟Data Plan 那Control Plan 幾乎其實就是你的Route 你的Route 跟Policy 還有做Traffic Control 那Data Plan呢 其實就是透過Site Cloud Passing 去把所有的服務連接在一起 然後它除了做Service Discovery 然後還有Lobanzing 你會看到這邊其實有很多 綠色的線是Site Cloud Passing的連接 然後黃色的線就是其實 因為Site Cloud Passing 它等於是 它連接到你的所有的服務 所以你可以透過Site Cloud Passing 去擷取你這個流量中所需要的資訊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做到Tracing 跟Monitor的功能這樣 那如果你的服務都是GRP Service 那大家應該也可以幫你什麼陌生 那為什麼我們還會需要PCT 那回過頭來看 如果你的服務都是GRP Service 那你的GRP Service 其實它是架構在HTTP2上面的一個框架 那它有幾個特色 一個特色 最大的特色就是 在你的連線中只需要 就是Keep一條Connect 那你所有的Request 不管是UnerRequest 或是Streaming的Request 都透過這條TCP的Connect 去完成 那如果你是用K8S的話 那K8S其實很強大 它已經做好Service Discovery 跟Lobanzing的功能了 但遺憾的是 這些功能是由K8S去做的 那它的官方網站上面就是寫說 它看不懂HTTP這樣的Request 為什麼 因為它的Connection 其實都到最後都解到TCP這樣子的 波頭去做 所以它的Lobanzing 跟它的Service Discovery 都是架構在TCP這樣的 這一層去做事 所以它 如果你是GRPC的服務的話 其實你沒有辦法做到真正的 所謂的Lobanzing 跟Rate Limiting 它只有在GRPC第一次 建立連線的時候 才會做Lobanzing 然後接下你的Request 其實就都用同一條Connect去做事 這是為什麼說我們要 導入HTTP這樣的東西 因為HTTP呢 裡面它其實是 像用Envi這樣的Service Plansy去做的 那Envi這個Service Plansy 它其實就是去解決 就是 目前Cubeplansy的缺點 那簡單的講一下HTTP的架構 然後HTTP呢 它的Component有 其實有蠻多的 那我主要挑三個 比較重要來講 那其中一個就是Plansy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HTTP其實是 架構在Envi這樣的 Service Plansy之上 那它會Depoint在 它會Depoint在 每個Service 當成Cycard Service服務的使用 然後它的目的呢 是為了去擷取你的 Request的一些行為 當成是HU 這HU之後會 去做更進一步的處理 那什麼叫做Traffic 也Heavier 就例如說你的Request 你的Source是哪裡 然後Designation是哪裡 然後你的一些黑的內容 然後還有一些 叫特殊的 譬如說IP等等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它把它擷取出外 之後會轉交給MISER 然後MISER 還去做一些 利用這些HU去做一些運用 那MISER其實是 整個HTTP的大黨 因為它包含了 其實它處理了很多東西 那其中最主要的是 SS Control 跟Usage Policy 所謂Usage Policy 就是指說 你的這個Request 它有沒有權 這個Request 有沒有權限 有沒有權限去 送到另外一個服務區這樣 那Pilead 其實 Pilead 其實它中文翻成 零條圓的意思 但是其實 它做的事情 其實跟Envy很像 Envy它本身就會做 Service Recovery 跟Low balancing這種東西 那Pilead 它其實是這樣的 它是 把中間的Interface 寫錯 就是 一說出來 它其實 它這邊寫說 文件上面寫說 它其實是做Service Recovery 跟Low balancing 但其實它更主要做的事情是 它在你的平台上面 把你的Low balancing 跟Service Recovery 把它打包成是Envy 看得懂的 API的形式 所以其實是 每一個Request 進來的時候 當如果你的Service A 要發 你的Request到Service B 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 透過Pilead 去打包成說 是Envy 看得懂的 API的樣子 然後實際上做 Request 這件事情 還是透過EnvyPlus去做事 那 講到ReadyMe 為什麼要 在講 進入到 ExtroReadyMe之前 可能要先思考一下 就是說 我們 什麼的 什麼樣子的Request 要做ReadyMe 還是你要擺你的Destination 去做ReadyMe 你的ReadyMe 可能是 你要限制某一個Client 他一秒鐘 只能發10個Request 因為他付的錢太少了 所以你只能限制他 一個一秒鐘 才能發10個Request 然後另外是 你為了要保護你後段的服務 所以你可能是 擺Request Pass 因為你的這個Request Pass 就是 它的All Load太重了 所以你不希望他 一秒被打太多次 那就是 Service就會Crash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去想說 什麼樣子的Request 會是合理的 那例如就是 你認為你的Service 一秒鐘 可以承受 一百一千或一萬的Request 那當你去想好 這兩件事情的時候 他接下來就會反映在ExtroReadyMe 的設定上面 那Extro本身 它的ReadyMe 它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指 MessorSide 另外一部分是 KlySide 那這兩部分呢 它會 它分成MessorSide跟KlySide 其實 其實都是Messor的Rule 只是它分成這兩部分 一個是真的Messor這樣的 就是ReadyMe的Rule去設定 然後KlySide是指說 你要去指定說 是哪個Kly要受到這樣的ReadyMe的限制 所以 但這些如果其實都是Messor看的 好 那MessorSide呢 主要會 其實主要會有分三個Computer File去寫 一個是 所謂的Quota Instance 所謂Quota Instance 所謂Quota Instance 就是指說 先講 在Insteo裡面去使用ReadyMe 其實它是用Quota的概念 就是 一秒鐘你大概會有多少 耳度 或者是 十秒鐘你會有多少Quota的耳度去使用 所以它的 它的專有名詞就叫做 就會把它定義成是Quota 那在MessorSide它會分成 就是Quota Instance 跟Handler還有路 那 Quota Instance主要的就是說 你去定義說 你的ReadyMe的Dimension 什麼叫做ReadyMe的Dimension 就前面有提到說 每一個Request 其實它都有它的Attribute 那 Test是它的其中一個Attribute 然後 Request Assault 跟Request Decimension 也是其中一種Attribute 那Handler指的是說 你要針對這些不同的Dimension 去做什麼樣的設定 比如說 你針對Request Pass的某這個Dimension 去設定說 一秒鐘它只能打一百個Request 這樣 然後路爾指的是說 路爾其實是 Bind的就是 把Instance 跟這樣子的Handler 把Binding在一起 對 然後你會定義說 你的 你的Request裡面 就是Request有很多種 那 什麼樣子的Request 要 要被掛上這樣子的ReadyMe的Rule 然後 後面會有實力 然後再來是ClySide的 ClySide這邊的定義 其實ClySide這邊的定義 我覺得 我自己還沒有找到一個 很好的說法 因為其實我 只要 剛剛文件上這樣寫 那你也不得不設 實際上其實還沒有帶大家的效用 它的目的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去定義說 你的一個Request 它可以charge多少Port 譬如說 有某一個 能夠開發出來的Request 你可以設定說 這個Request 它價值的Quota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一秒鐘 是設定 100個Quota好了 那如果是有某一種 可能發出來的話 它可能一秒鐘 只能打 20 28這樣 但其實實際上 我們公司在用 其實不會 不會把它設成這樣子 然後 Portar的Spec 關於其實就是 你可以去定義說 你的Request 價值多少Portar以後呢 那這樣子的Spec 是要套用在哪一些ClySense上 這就是 每一次做一個Reanimit 你大概就需要寫 五個 xtl的config 那它的架構大概是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 你會有兩個Service Service A跟Service B 那它們中間會有一些 Toggle cost已經在一起 那當它發出 要發出Request的時候呢 然後會先去 這邊其實就是Mr.Rule 它會先去問 它會先去看說 Quota的Rule 它是不是 這個Request 是不是符合這樣子的 譬如說 Designation 是不是Service B 然後還有它的那些 Quota的Spec 你的Source段的Service 是不是屬於Service A 那等它 等它符合這些Rule的時候呢 它再去找做 再把這些Request H 丟出來 再丟到Handler去判斷說 我要不要 要不要放行這個Request 好 那 那為什麼 就是 其實這些事情 很簡單 但為什麼要特別 把GRTC 調下來講 然後 GRTC 那是因為我在關通文件上面 看到都是HTTP的文件 網路上也很少講到 GRPC 的Request 所以特別把它跳出來講 因為它有一些設定上蠻雷的 例如 就是 GRPC 我們都知道 它透過HTTP2的協議 所以它一定 看得懂這些東西 但是呢 就是 你要怎麼看說 這些GRPC 它的Path 它的Mater 實際上 會被放在哪些 HTTP的Request 在哪些地方 那 這邊我有一個 用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有一個紅色的標起來 就是 如果 我們知道 HTTP Request 它都會有Header Header裡面 就是像Keyberry這樣的Send 那 如果你是一個 HTTP2的Header 的話 它這些 關鍵 就是Keyword 前面會帶一個 冒號Method 冒號Skin 冒號Path 這非常的重要 因為 你之後要用的話 那個冒號不能不見 不然你就設不了 大概是這樣 那 當我們知道一個GRPC 它在HTTP2上面的Header 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直接來 設定 那這邊我給一個例子 就是 我建構了一個 就是 一個Hello Service 它有一個Function 叫做SayHello 那 如果你第一完一個Protobuf之後呢 然後用 Protogen 它會 Generate出來一個 就是 GoLang版的Function 那 裡面你可以去看到說 或在 Service這邊啊 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是 invote一個這樣子的 就是 invote一個這樣的Maker 那這一個呢 名字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等一下就會出現在你的設定中 所以說 如果你不曉得 你去HTTPs 到最後會Generate出來怎麼樣 就去 就去看它捐出來的Code 那如果說 你的Protobuf上面 有去訂Package的話 那 假設你的Package名字叫做Service 那它捐出來這個Paste 前面會很大 其實是 斜線Service點 Hello Service SayHello這樣 所以 它顯示什麼 就是什麼 好 那 那 接下來就是 一些 ESTO的Config 那 剛剛有講說 ESTO其實有分五個 Config file要寫 然後其中一個 就是 所謂的 Handler 那ESTO的那個 Quota Handler分兩種 一種是 Memory Quota 一種是 Redis Quota 那 Memory Quota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 InMemory的做Redmi 然後如果是Redis的話 就是 你可以利用 Eternal Radis 去幫你記錄這些 Quota的資訊 那 我的例子 就是先用 Memory Quota講 其實跟Redis Quota沒有差太多 那 這邊 特別標出來是 在設定上面 一定要 就是 名字一定要一樣的 不能隨身所欲的 就是 就是 就是這邊 這邊 這邊有寫說 如果你的 呃 你的object如果是設定這個名字的話 在其他地方的話 也要參考到一樣的名字 好 那這個Handler其實 做了兩個 擺媒群的 呃 路 一個是 第一個是 這一塊是指說 Overall的路 就是 當有任何Request 流進來的時候 我的ReadyMail是 一秒鐘 一百個Request 那 這邊 Overwrite是指說 當我要針對這個 這樣子的Request Pass 我要去設定說 他一秒鐘 只能達 五十個 那如果 再細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要針對 就是 叮叮這樣的一個 Source 端呢 他一秒鐘 就只能發 發十個Request 好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Handler 就是我們所謂 ReadyMail的設定 那 右邊這邊呢 其實就是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 Porta的Instance 那Porta的Instance 就是去制定說 你要把你的Request 裡面的一些 Behaviour 一吹出來 成 然後這邊就是講說 我的Request進來的時候呢 我去 我設了兩個 一個 一個是Source 一個是Request Test 然後Source這邊呢 就是去看說 其實這些都是關鍵字 那 這些大家文件上面 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 跟Request的Source呢 我可以從 它的Service 的Label 就是Label 去擷取出來 或者是 所謂的Source Overload.Name 如果你的Service 呢 Service有設定Label的話 它就會把MP 這個 它對應的名字也 拿出來 那如果說 沒有 找不到的話 那它就會把 就是Service 的Workload 所以就是Service 的那個Name 一吹出來 那如果前面都沒有的話 它就給了Mode 那RequestPaste這邊就是 剛剛前面提到的說 你要從RequestHeader 去取你的Path出來 因為我們要把Path 去做Reanimit 然後這邊有提到說 就是這個 冒號一定要在 它才有辦法找到 好 這就是QuotaInstance的 設定方式 然後接下來這個 如果我其實做的事情 就是把 這個Path 跟它這個 Handle的Bind在一起 所以你們有寫說 針對這樣子的Request 這個Request 是 如果我的Request 它是 它的Exclamation 是屬於這個 hello.grp 是叫化 那我就要套用 我就要用這個Instance 去把它的HP取出來 並且丟到這樣子的Handle 去做 那這邊比較值得去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些Instance 如果是Depoit 在不同的Netspace 底下的話 那你後面這邊 就是Memory Quota 後面還有這邊 帶一個點 然後後面是帶Netspace 那我習慣是 不想那麼複雜 所以我都會把它通通 Depoit 在同的Netspace 底下 對不起 我講快點 然後 再來是 但是 剩下的是那個 就是 開端的設定 就是QuotaSpec 跟QuotaBinding 那這邊就是 這邊有講說 你可以去設定 你的Quota 你的一個Quota 就是要 一個Request 要調理多少Quota 然後在這邊去設定 就是說 你的 這樣子的 Reading 你是要 Bind在哪一些 就是開端 那這邊是寫說 Service 帶信號 是指說 你是指定所有的Service 也就是說 你的所有 所有的開端 如果要打一個Request 的話 都符合這樣的Reading 你的設定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去設定說 你只把這些Reading 的台灣在某些開端 好 最後一頁 就是 其實在做過程中 我們一開始就是 他文件上面其實都有寫說 你的 你的Mari Quota 跟Ready's Quota 然後Mari Quota 是Fortest的用 所以不要用在Portash 但如果你真的真的非常需要 就是 就是用的話 其實你可以自己在 K8裡面 加一個Ready's的 cluster 這樣子 為什麼會 就是特別講 要用裡面 因為 Mari Quota 用的是 Nisser 的 它是石桌在Nisser裡面 所以 Nisser會 會 Auto Scaling 所以它會 它會 所以你的Ready's Quota 就會失足 然後再來是 它的Quota Rhythm裡面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Fixed Window 的Reading 一個是Rolling Window 那 其實這兩種 都是最基本的 但是 如果你想要做更複雜的話 可能就 沒有辦法 就是使用 這樣子 好 那 就是 其實我今天這個主要 目的還是真彩 就是 我們公司呢 最近 在真人 然後如果對區塊鏈 有興趣的話 還有對 上市那些 有興趣的話 就是 掃一下這QR Code 這QR Code裡面 有我們所有的 Job Discussion 謝謝大家 那不會耶 那不會耶